有發現它大部分都還是屬於蔬菜水果 我們一些澱粉質的 這些都是滿好的 而且我們發現顏色很繽紛 它的顏色很多樣 所以我們攝取蔬菜水果的時候 要多樣 然後最好是彩虹顏色的 都要攝取 所有植物色素都會有 天天五蔬果 是 好 所以第一樣這個保麗龍 我們要給它一個大叉叉 叉 不要太用了 如果你還看到有老闆是這樣用的話 你就說 老闆 不要再用保麗龍了 一切二 而且吳教授一直在推廣 你沒有看嗎 好 那第二種包裝是什麼呢 叫做是紙類包裝 紙類包裝感覺好一點 大前年的時候 我們學校已經禁止用紙杯了 不能提供學生紙杯 你們學校 哪一個學校 任何學校 我在 我在浦環學院教授 任何學校都不能有紙杯 在飲水機旁邊都不能提供紙杯 對 後來因為紙杯裡頭 等下吳教授會再說明 對 有一個膜 就是亮亮的東西 有一個油 有一層油 那個也是一種塑化劑 所以當你放熱水進去的時候 它也是會融出來 所以我們常常會用紙杯來泡咖啡 有沒有 那個就咖啡也喝了 塑化劑也喝進去了 所以紙類包裝 我們最常的就是紙杯 那像是紙袋的話 因為早餐店很多是用紙袋 對 例如說我們去 三明治 放進紙袋裡面 或者是這個 還有素食店 有沒有 也是用紙袋子 是 好 然後燒餅 對 什麼都是用紙袋 炸雞 什麼炸雞也是用紙袋啊 以前都是用那個報紙 然後上面再把油抹 結果要吃的時候 上面就看到這個一個 頭條心紋 還印在上面 所以紙袋有好一點嗎 如果真是單純的這種紙 對 其實也完全不建議 不管有沒有油膜 都不建議 因為這個紙 現在紙大部分都是拿紙漿來的 紙漿都是砍木頭來的 木頭變成紙漿要做成紙的時候 它通常來講要加 然後把它的木質素 跟纖維素分解了 然後纖維素的這個部分 把它取出來 然後變成原生的紙漿 原生的這個紙 那有些紙呢 它還要加進去回收的廢紙進來 那這個時候 通常不管怎麼樣 紙出來都會白白的 加進去那個鹼 以及硫化物本身就已經有毒性了 那出來的時候要再把它漂白 漂白的過程當中 常常就會加一些濾化物 而且這些濾化物呢 常常都很毒 所以在面紙漿的工廠 有時候一些毒的濾化物 包括裡面的PCB 代曜性都有可能發現的 所以不要認為這個紙 看起來白白的 好像就被它在糊弄過去了 被它騙過去了 用紙去包東西 特別是油性的東西 它還是非常高危險性的 那有些紙呢 把它做成紙杯了 對 那紙杯呢 剛剛家裡有講的 裡面有沒有發現 裡面有一層 那裡面那個油油的是什麼 對 所以那種紙杯其實是塑膠杯 那一層紙杯呢 裡面那一層呢 是屬於PE 是我們的所謂的 第二類跟第四類的塑膠 那它把它燒成融融狀態了 然後再把它淋上去 一塗上去的 所以我們那個叫做 PE淋膜的這種紙杯 所以它外表是個紙類 裡面是個塑膠 所以看起來是紙杯 其實是塑膠 對 所以那個不叫紙杯 嚴格來說應該叫做塑膠杯 我們餐盒也是啊 餐盒也是 裡面也是有一個 塑膠 膜 外面是紙 所以 但是餐盒 餐盒而且都是加熱的 都是加熱 而且有油的 然後一個炸排骨蓋上去 剛好油那個 怎麼辦 我們吃了很多 過去自己多燙一點蔬菜水果吃吧 是 所以說我們就是在生活當中 很難去避免 尤其是你如果是在外面吃 或是你要外帶回家 你如果自己沒有帶器皿的話 真的很難去避免 所以我覺得會就像王醫師講的 如果你真的是要在外面吃東西的話 你就在現場吃 可是我們也希望說 經由吳教授積極的推廣 這些餐具全部都換成那個鐵盤子 又回到原來鐵盤子的時代 現在有一些那個小吃店 或者是那種夜市 其實很多是換成那個鐵碗 他們回來了 對 換回來了 因為以前怕A乾 現在已經沒有這個問題 而且他們以前可能覺得洗麻煩嘛 對 其實那個鐵盤子 或鐵的這些我們的這個餐具 不鏽鋼的 早前在我們在念書的時候 四十幾年前在念大學的時候 那個東西是很容易清的 那作用水高溫的蒸氣 馬上就消毒掉了 這個東西其實 如果給我們的這個小孩子或學校 去做營養午餐也是很好的 但是現在很多營養午餐用的是什麼 還是那種塑膠的 美奈米 對 美奈米的 還更危險的東西 所以這個我們的風氣應該要調整 要回到四十年前用鐵盤子的時代 我們榮總負責這個餐飲部門的 一個總負責人女性姓張 以前也是在消息會服務 那他有一次他知道這事實 他就要問我 吳老師那我怎麼辦 我那個榮總那邊 很多都是用這些塑膠的 我說你就把它換成這個不鏽鋼的嘛 回覆到四十年前嘛 他的問題也是同樣 太重 太重 對 但是我們要健康比較重要呢 還是多搬一點重物 少少的運動一下比較重要呢 是 好 所以我們就想到說 紙類的包裝 我們經常去買鹹酥雞 對 或者炸雞排 不都是用紙類包裝嗎 對 那如果經過剛剛吳教授這樣講的 紙類包裝也不OK 對 那它的傷害是塑化劑是塑膠類比較大 還是紙類比較大 其實來講兩個都滿大的 還有另外一種紙類 用來在裝那個爆米花的 對 用來裝爆米花的 有的用來包漢堡的 那一種紙上面也有一層膜 也有亮亮 對 那一層膜又跟我們那個 所謂的紙 認為是紙杯的那裡面那一層膜 又不太一樣 那一種膜是所謂的全佛化合物 我們叫做perfoliate compound 那全佛化合物 已經在兩年前就被公告 它不只是致癌 而且它也是環境荷爾蒙 而且它還是所謂的POP 叫做persistent organic compound 我們叫做是持久性的 有機性的污染物 它一旦用在環境上面的時候 它會長期都存在 會透過食物鏈 一個營養層一個營養層 不斷的到最後可能再回饋 又傳到我們人身上 所以我叫做你是說 我們去那個很多的素食店 買的那個漢堡 包的那個紙 也是不OK的 對 然後裡面放那個什麼雞塊 那個也不OK的 還有去看電影 裝了一大盆的這個爆米花 裝薯條的那個也都不OK 因為裡面都有油油亮亮的 對啊 要不然那個紙能夠很耐油耶 也能夠不透水耶 你知道嗎 它不是一般我們這種傳統所謂的紙 對 就是我們一般就是用有加PE 就是聚乙烯的一個紙袋 其實剛才我們第一個提到說 是那個保麗龍 其實基本上 其實PE它是屬於四號的 基本上它是比保麗龍好一點點 因為保麗龍基本上真的是 應該已經廢除 其實這個東西 如果你要裝的話 裝一般比較低溫的 像什麼 燒餅油條 那可能還比較可以 可是如果那個炸雞 炸雞塊剛起鍋的 又有油 又熱 那樣的話可能真的你就真的自己要小心 所以比較低溫的東西還勉強可以 所以我們自己帶一個氣餅 炸雞塊就炸好 來 進來 自己學先 剛才除了王醫師提到這種紙袋之外 我們看它裡面有沒有標示 其實紙盒是一般都要標示 像我這邊帶一個是 裡面它看起來比較粗糙的 它跟外盒是一樣的 這種粗糙表示它 應該是沒有加一些薄膜的 剛才屬於3號PVC材質的 或者是5號的PP材質的 像另外你看這個亮亮的 是不是不一樣 對耶 裡面有一個亮亮 一個沒有亮亮的 對 這個沒有亮亮的 就是說它應該是沒有加其他的東西 這有亮亮 它會寫這是PP材質 它會寫5號 這相對比較穩定 假如說你看到是3號PVC材質 就是像吳教授提到 它可能會有代曜性的成分 因為假如說你這個 最早裡面剛才王醫師有提到說 你要注意它本身 為什麼要加這個薄膜呢 就是為了要防水 假如說你的這個 不管是雞塊 還是主要油油的 你一加進去 這些塑化劑它加速的 會加3到5倍的釋放出來 所以你看到裡面有薄膜 你不要以為是新的造型 它可能就是一種毒物 因為你加了油的東西 還有熱的 超過60度的熱的東西 它這個薄膜就會釋放有毒物質 超過3到5倍 所以大概有這兩種區別 所以不管是這種或這種都不能用 是不是 看到有薄膜的 尤其寫3號PVC材質的 叫劇率與C材質的 特別要注意一下 那5號還是相對穩定 對 我們就是要記得一個就是 剛才6號我們講過了 對吧 那這個3號 實際上是也相對不穩定的 是 3號 6號 7號 對 那2號 4號 5號 目前是相對穩定 OK 好的 那一般我們不是喝牛奶嗎 喝牛奶不是也是用紙盒嗎 喝牛奶紙盒 我們其實想說太冰了 我們要加熱一下有沒有 就拿去微波爐加熱一下 對 那請問那個紙盒 奉勸大家